跟一个变数串接的话 这个是变数 这个也是变数 如果我字串跟变数串接的话 前后呢一定要什么呢 一个end符号 你不能够直接串接 你不能把变数放在字串里面 这样是错误的写法 而且同学比较容易出错应该是这个地方 前后一定要end 那这个也是前后都要end 跟这个字串串接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else 反字的话呢过清 那在else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他的体重是小于当的话 那这边太近 反字的话就标准 利用这个地方呢做逻辑的判断 OK 那这个部分是评语的部分 那当然后面我们其实 如果说我要撰写的话 应该要这样的 其实最后应该怎么样呢 再加上一个表单才对 因为其实这边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在做应该是怎么样 那可以让使用者 在这个地方可以跳出一个什么 跳出一个表单 比如说跳出一个表单之后呢 让使用者填 填什么 填姓名 身高 体重 性别 等到填完之后 自动会增加一笔资料 而且会把所有东西跑完 那这应该才是比较符合 那个一般我们在实际上操作上面的需求 那如果我想要这样做的话 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把那个评语部分先完成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 如何设计一个表单 让使用者填 填完之后呢 可以把结果写到这个底下来 并且会得到一个什么 标准体重的结果跟评语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